Hello 大家好 我是乖乖 今天是我来到台南市美术馆二馆 今天是他五楼的南美春市开幕 等一下去排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管信ご自然和 suisそれ 》七雅 在这边是ophonie 环子 國וז Freund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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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現在已經進來了 其實沒有排很久 今天雖然是開幕 但是因為是平日 所以我大概排了差不多20分鐘 今天是下午2點半開幕 先講我現在在台南的美術館2館的5樓 新開了一間是咖啡廳 然後也有一些餐點結合在地 就是有名的飯店的這個南美春室 對 差點忘記它的名字 南美春室 南美就是台南美術館 春室就是新竹的一間咖啡廳 然後他們就是做了這個5樓頂樓的這個咖啡廳 等一下 有飛機 有點吵 大家飛過 這邊時不時都會有飛機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台南美術館2館是跟台灣跟日本建築師共同設計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頂樓非常的漂亮 是完全透光 有一種溫室的感覺 等一下 飛機還是很大聲 那我覺得它的菜單很特別是 它的菜單都是跟台南的在地的店家合作 那第一家是全衛家 全衛家的冰淇淋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吧 然後我點了那個 看看喔 我點了一個很特別的是 蜜寧桂花氣泡飲 它是接穀木蘋果的冰棒 然後再加一點蜂蜜 然後我猜它應該就是用這個冰棒融在氣泡水裡面這樣 然後第二杯我是點仙女紅茶 仙女紅茶是台灣農林的 台灣農林是一個品牌 那我也蠻喜歡的茶 它的茶就是蠻樸實 然後價格很公道 品質也很好 然後我再點了一個白色池塘小戚風 感覺聽名字就很可愛 我本來是想要點 就是台南的阿霞飯店合作的套餐是啤酒米糕 它一份套餐裡面有米糕跟湯跟一些 到了 到我了 好 我先去取餐 然後 除了台南的阿霞飯店之外呢 它還有跟台南的菁英酒店合作 也是餐點 那今天開幕是2點 所以它就沒有 它的餐點提供是11點半到2點 明天開始就有 有點可惜 今天沒有辦法點到 然後我有拍一些菜單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把它暫停 我想畫質應該是看得出來 台南菁英酒店有提供兩個餐點 一個是香蔥檸檬鹹水雞冷麵 然後 它比較特別是它的鹹水雞是飛魚軟的 蔥油鹹水雞聽起來還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柚香玻璃滷漬肉凍 滷肉凍是冰的 然後它是加在白飯上面之後 溶解 就很像玻璃溶解的感覺這樣 然后我看一下 我刚刚想要点的那个啤酒卤肉米糕 我一直很有兴趣 它有金牌啤酒卤肉豆干 阿霞经典米糕 然后蟹肉海鲜羹汤 莲子银耳甜汤 再附一个白色池塘戚风 就是我刚刚点的 但是它是迷你版 然后你可以再选一杯150的饮料 这样子 下次 对 kö 谢谢谢谢 刚好了餐姐来了 谢谢 谢谢 看起来好可爱哦 感觉有点蠟动的感觉 白色池塘漆 白色十塊旗幅 然後這邊想要跟大家說一下是 那個台南美術館入園是要收門票的喔 那台南市民的話有台南市民的優惠 一般民眾來的話就是要買全票 就可以到羅夏的展覽館、餐館 那如果你是要直接到這一間南美城市的咖啡廳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 我剛剛是排隊然後會換手環 那如果是一般民眾的話就是進去之後到櫃台換手環 那手環的押金是50塊 上來點餐之後他就會退還押金給你 那一個手環是那個可以折抵20塊 這樣子就是用餐可以折抵 但是有一些品項是沒有折抵的 所以你菜單上面要看清楚 那菜單的前面如果貼一個白色的貼紙呢 那個就是現在沒有提供 可能是氣減限定 或者是說他剛開幕還沒有準備得那麼齊全這樣子 然後 進場的時候你不能坐手扶梯 你一定要從電梯這樣子 他們才有辦法確認說你到底從哪邊來 而且我覺得五樓 五樓應該也是可以搭手扶梯上來啦 只是說我們剛剛因為是排隊他會有控管人數 所以我們都是搭電梯上來 那如果是一般民眾沒有要到就是南美春市用餐呢 他電梯出來的左手邊是可以參觀的 所以就算你沒有要用它你也可以上來就是參觀一下這個漂亮的玻璃天敵 好因為我現在要介紹那個第一個品項 所以我的麥克風就先放下來 可能收音會稍微大家不要介意這樣 那我的點的第一個是跟台南的全委家合作的密寧桂花氣泡儀 可以看到上面有滿滿的桂花 然後這邊有一支櫻棒 滴下來了櫻棒 櫻棒下面還有一些果肉 果肉的部分等一下可以說看看是什麼 還是它是蜂蜜 可能它還沒有融掉 所以其實還沒有什麼味道 我把它攪看看 下面的應該就是蜂蜜 蜂蜜再加冰棒 然後再加檸檬 把它攪開之後味道就還不錯了 有點酸酸甜甜的 然後蜂蜜的味道沒有很重 但是氣泡也不明顯 我覺得這個氣泡沒有什麼氣泡感 然後我覺得那個桂花有點煩 因為其實它的桂花的味道基本上是非常的淡 應該就是天然的桂花 然後它因為它那個絮絮加的很多 所以會有點卡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它的香氣又不是說很充足 所以就有一種好像就是很多絮絮 但這本身是好喝的啦 我吃看看這個冰棒好了 冰棒有點像是那個什麼啊 我一時之間想不出來 但我覺得冰棒還好 我覺得maybe這個冰棒就是要加在飲料裡面吃的 我們讓它融一下好了 把它攪一攪 你看看到很多絮絮 其實這絮絮一點都不好喝 而且它的桂花的味道我覺得就是淡淡 我覺得說不定它可以把蜂蜜跟桂花結合在一起 然後把這些絮絮都拿掉 拜託 這可能有可能會給到 但是味道是好喝的 這我就還能接受這樣 然後再來一個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仙女紅茶 台灣農林的仙女紅茶 我現在講話有點擔心 我那個桂花的雀雀卡在我牙頭上 完全好笑 它是档子 它給你一壺泡好的紅茶 然後裡面還有茶葉 然後再一個冰杯 這杯子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杯子還有欠一點金箔 乾杯 乾杯 泡的還不錯 因為台灣農林的茶我是喝過的 我是覺得說OK的 然後它的這個仙女紅茶我覺得泡的不錯 水質其實泡茶的那個水質真的很重要 那它的紅茶加了非常非常非常淡的糖 就是幫這個紅茶做一點點的提味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的茶 所以這個仙女紅茶就是基本款 然後因為我點了一個蛋糕 我不確定它會不會很甜 所以我其實是點了一個甜的飲料 跟一個就是很基本 絕對不會出錯的飲料 然後我想要來吃看看這個蛋糕 但是我還沒拍照 沒關係先吃看看 喔它有點軟 奶味很濃 而且是鮮奶的味道 比較不算是鮮奶油 是鮮奶的味道很濃 我剛有看到它的飲品的鮮奶鬆鮮乳房 那我不確定它這個甜點是不是 這個甜點好像也是跟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一個品牌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品牌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欸它裡面有東西耶 等我一下 蛋糕的部分 我覺得很棒 就是非常的軟綿 然後不會有那種很空洞的感覺 蛋糕蠻濕潤的 然後蛋糕裡面有加東西耶 我挖看看 欸這個也是桂花跟核桃 跟醬嗎 有茶味 桂花核桃再加一個醬 那個醬是帶有茶香的醬 嗯 感覺是烏龍 烏龍的醬嗎 我看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 還不錯耶 現在有點魚無倫次 好吃好吃 還是我覺得 整體很推薦大家來 我下次會應該會想要點 阿霞飯店的那個套餐 然後在這個漂亮的地方用餐 那我先吃囉 我真的就記得 一點點 我沒有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刚刚我带了一些环境 然后我在这边真的非常漂亮 很适合跟朋友聚会 然后来这边拍拍照 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些玄霧 然后在这边可以吃午餐 然后再加下午茶 这样就是非常适合大家一起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 那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就再帮我按个赞吧 拜拜 拜拜